霍琴云中乌下定决心离开云配 回归他的北京领地 不过 他希望黄北霜和他一起走 纳战是个心思缜密的人 表面上装作石魔都不知道 背地里到处搞小动作 纳战觉得一个大伙人凭空就消失 必然有蹊跷 让乌纪海好好查探 乌纪海不负所望 找到了王公下的密道 并告诉纳战 纳战通过密道走到了黄北霜的住处 在衣柜后面目睹了霍琴云与黄北霜的秘密约会 听到了他们商议一同私奔的计划 那战墙忍住内心的怒火 不动声色地站在那里 静静地聆听住他们的对话 每一个字都如同尖锐的针 刺痛住他的心 然而 他终究环视选择了默默地退出去 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 隔日 黄北霜收拾好自己的物件 准备和霍琴云一起私奔 然而 当他走到半路时却遇到了纳战 惊动的一下审了下来 黄北霜不知道纳战想干石魔 直接约了自己背叛了他 随便他处理 可是纳战却只是凑近他的耳朵 掠出了霍琴云的真实身份 黄北霜听后 表情瞬间凝固 随即迅速做出了回应 提前部署好了一切 决意要让霍琴云有去无回 霍琴云等到了黄北霜的到来 却在相拥的那一刻被黄北霜用他赠予的匕首 狠狠的刺向了他的胸口 霍琴云满心委屈 他原本想要带住黄北霜离开 寻找合体的时机向他解释一切 可黄北霜根本听不进去任何言语 愤怒占据了他的大脑 再一次朝住霍琴云的另一边胸口狠扎了一刀 枪他狠狠的推入了水中 所有人都以为霍琴云就此交代了 然而 画面一转 他竟被沙曲带回了北境 此时的他 气息微弱的躺在床上 面色苍白如指 醒来后的第一件事 不是关心自己的伤势 而是责怪沙曲不该擅作主张帝 枪黄北霜送给他的护甲扔掉 沙曲无奈的摇了摇头 只好按照他的要求 枪护甲重新找了回来 可在沙曲的心中 却觉得霍琴云实在不应该再对那个狠心的女人 有任何想法 就在这时 荣获匆匆赶来 他满脸的担忧 目光中满是对霍琴云伤势的关切 在交谈中 还提及到了霍琴云的母亲画印公主 直到此时 一个惊人的秘密才被揭开 原来霍琴云竟是个私生子 一直以来都无人知晓他的存在 这也就罢了 关键他还让霍琴云称霸大漠 挪道真的静平荣获一张嘴巴 就能证明霍琴云的身份吗 又如何能证明那战是害死先程主 得位不正之人呢 荣获竟然还要求霍琴云拨乱反正 推翻那战的暴政 这实在让人感到奇怪 推翻那战挪道 真的静平一张嘴就能做到吗 荣获明明当年的真相 却也无能为力 如今仅仅因为霍琴云是先程主的孩子 就要让他去推翻那战 这是摩根石墨亚 在后期 当霍琴云准备发兵讨伐那战时 荣获又不合时宜的跳了出来 声称起兵无由 势必会造成天下的动荡欲不安 这不禁让人疑惑 荣获到底在想些石墨 他的立场为何如此摇摆不定 他究竟是真心为霍琴云助想 还事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一切都如同迷雾一般 让人挪一捉摸 多现爱情剧莫讽赢 霍琴云最爱黄北霜 黄北霜最爱霍琴云 双向奔赴可以有 多角恋也可以有 问就是若问也爱黄北霜 那战也爱黄北霜 全力游戏三剧头都爱黄北霜 爱来爱去这点是 三分天注定 七分靠打拼 爱拼才会赢 霍琴云的结局是石魔 最后和黄北霜在一起了吗 关注石木隐瑜 详情尽在下文 莫讽赢霍琴云的结局 为黄北霜哭吧 哭吧 不是罪 黄北霜呢 能让男人流泪 也是本事 哭过了 雨过天晴了 就好了 那战爱黄北霜 若问爱黄北霜 那都不是适宁 黄北霜爱霍琴云 比石魔都强 在意与不在意 不要太明显 四目相对 确认过眼神 霍琴云和黄北霜是要当官配的人 虽然 但是 黄北霜背负的太多 有一个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 墨游很久以前 他还叫格金威 是麻髒酒公主 正变了 母亲带他投奔北京领主 被拒 被追兵追杀 为了复仇 他决定了 和阿娜纪和亲公主黄北霜 互换身份和姓名 途遇霍琴云 救了 爱了 遇匪首若问 被爱了 亲环是何了 当了那战的城主夫人之一 为了方便称呼 以下环是叫他黄北霜 而专阅中 间接害死黄北霜母亲的北京领主 就是霍琴云 因为爱情与政治 霍琴云是背诸那战 又和黄北霜约会 又搞事情 黄北霜不查霍琴云真实身份 已经被霍琴云查出真实身份 多少有点那个啥 那战案中观察 不能越毫不知情 只能越去世待发 若问不干寂寞 也来凑热闹 强烈要求黄北霜跟他走 一次不行 再越一次 霍琴云那个气啊 和若问对打 掐脖 就怕动静不够大 不能引起那战注意 虽然 那战助不注意都不打紧 结局 黄北霜想走就走 都不当那战名义上的夫人了 霍琴云环是被黄北霜发现了身份 和黄北霜开灭 被黄北霜刀架脖子 有可能失去黄北霜 真的会让这个男人痛哭流涕 有问题 就要解决问题 黄北霜痛下不了杀手 坦然面对 并承认最爱霍琴云 霍琴云环能不爱黄北霜 不想和黄北霜在一起吗 最后互诉中场必须有 电视剧莫讽吟 用一句话总结女主黄北霜的行为 一只红杏出墙来 这句话用在黄北霜的身上 其实非常具象 是 他不喜欢那战 他内心真正喜欢的人是霍琴云 可问题 也莫人逼他嫁给那战啊 他不是自愿的吗 为了能嫁给那战 他可是尽心竭力了 他想的是利用那战为自己复仇 那战招他惹他了 让他这么惦记 你想利用人家 不得付出点石磨吗 一点不付出 私下底环跟霍琴云私会 霍琴云 真是天天晚上到黄北霜的住处找他 他都快成为田螺姑娘了 一直在尽可能地帮助黄北霜 那战也是 他就没有发现这很不对劲吗 黄北霜是你的女人 却对你敬而远之 那战 太容易得到的女人 有石磨意思 他就喜欢这样的 黄北霜的行为 引起了那战的征服欲 他环是太自信了 觉得自己一定可以俘获黄北霜的芳心 却不知黄北霜的芳心 早就被人俘获了 而这个人 环天天去那战的府邸 聊拨他的女人 有一月一 霍琴云这样有点过了 别的男人 要是遇到这种情况 顶多也就是头上有点绿 可无论是霍琴云也好 环是黄北霜也罢 他们想要的东西都更多 那战的云配城邦 早晚都得搭进去 只是不知道到时候是姓或环是姓黄 等等 霍琴云和黄北霜不是一家的吗 谁规定霍琴云和黄北霜是一家的了 从第十集的剧情来看 霍琴云已经承认见皆害死了黄北霜的母亲 他俩怎么可能是一家的 不是敌人就不错了 随住剧情的推进 黄北霜的内心也在不断挣扎和城长 他亲眼目睹了权力的腐蚀 爱情的脆弱 以及战争带来的苦挪 他开始一致到 自己不能再做一个任人摆布的棋子 他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考验和魔挪之后 黄北霜最终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他拒绝了那战的求婚 也放下了对霍琴云的感情 他决定利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 团结所有爱好和平的部落 共同对抗入问的野心 最终 黄北霜凭借助自己的努力 成功化解了这场危机 他也找到了主物自己的幸福 他没有选择任何一位男子 而是选择成为一名真正的领袖 黄北霜的故事 是关乌爱情权力和女性意志觉醒的故事 他告诉我们 即使身处困境 也要保持一颗勇敢善良的心 不要放弃对梦想的追求 他也让我们反思 在追求爱情和权力的过程中 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 或许 正如那句古老的艳遇所悦 最美的风景 不在终点 而在沿途黄北霜最终找到了主物自己的答案 而我们每个人 也都在人生的旅途中 都在沿途中